大家好 我是大康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以色列人的故事 39年前他们干了一件事可以讲那是震惊了整个世界 1982年的6月3号 以色列驻英国大使施莫罗阿尔戈夫 在伦敦的公园路被三名巴勒斯坦人枪击 头部重担的大使最后虽然大难不死 但却变成了植物人 这凶手正是法塔赫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 他的名字叫阿布尼达尔 随后法塔赫他的全称就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 宣布对这次的恐怖袭击负责 以色列人的脾气我们大家都知道 因为他们有一句文明世界的警告 那就是如果你们杀了我们一人 就要做好被杀1000人的准备 因为在整个二战的过程中 犹太人的血已经流够了流尽了 人已经死的太多了 再动我们一个人 你就要付出1000人的代价 这就是后来的恐怖分子 为什么没人敢动他们 以色列在大使被刺三天之后 也就是1982年的6月6号 他们就发动了代号 加利利和平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进攻黎巴嫩 来清剿窝藏于此的法塔赫 第五次中东战争是正式爆发 以色列国防军出动了15个旅 近10万人的大军 他们协同1500辆坦克 并分三路以上 在以色列空军1220架次的高密度的空袭掩护之下 仅仅用了三天 就攻入了黎巴嫩首都 贝鲁特的郊区 那这边的以色列打黎巴嫩 旁边的叙利亚就不干了 在这次战争之前叙利亚 坚定的站在反 以色列的立场上 为了防备以色列的进攻 他们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以东30公里处的 贝卡古地 他们建了一个大型的军事基地 一年以前 叙利亚就在贝卡古地 就布置了14个 重型的防空导弹 转年就增加到了19个 这19个连有200多枚苏联最先进的 萨姆6 地对空导弹和400余门高射炮 组成了一个严密的防空网 火力 足够覆盖整个的黎巴嫩的南部 而且里边全部的人员都经过 苏联技术人员的精心的指导 以色列空军的参谋们在看到这样的一张防空网时 都忍不住评价道 其火力的密集程度 已经远远超过了第四次中东战争的 埃及北部和 黎巴嫩 战争爆发的前三天 以色列的地面部队推进得非常迅速 很快就打到了结金城下 而这个结金城 就已经处在 贝卡古地 叙利亚萨姆防空系统的 范围之内 这时候 以色列空军考虑到可能的伤亡 他们就赶快降低了支援的频率 而以色列的地面部队因为没有空军部队的支援 也只能 停滞 那现在这个贝卡古地 就成了以色列全军的一个最大的阻碍 拔掉这根卡在喉咙上的鱼刺 就成了以色列空军的 首要任务 当然 以色列呢早就掌握了这个贝卡古地的情报 并摸透了他们的弱点 那就是那个萨姆导弹的雷达装备 精度比较差 彼此之间的协同作战 效果也不佳 反应非常缓慢 而且他不耐干扰 以色列空军的电子侦察机经常在高空 对这个贝卡古地 展开空中侦察 他们甚至掌握了叙利亚军队的通讯密语 你像你拿着对讲机 互相说着说呢 人家在高空全都知道 包括他的战斗波段以及雷达的安放位置 因为叙利亚的整个的导弹真地从第一天布置下来以后就再也没变动过 所以他们的位置也被以色列军队掌握得非常清楚 以色列空军最终确定了对贝卡古地的攻击计划 它的代号是 昆虫19 1982年6月9号下午2点 以色列陆军开始炮击叙利亚军队的防空阵地 昆虫19行动正式开始 以色列空军呢他动用了多种的无人机来打头阵 这些无人机呢都经过一些特殊的改造 他会散发出和以色列战斗机类似的那种雷达的信号特征 这时贝卡古地就拉响了紧急的战斗警报 叙利亚的各级指挥官也都迅速到位 雷达显示 有数十架以色列的战机来袭 续军的指挥官命令打开防空导弹的雷达 一时间雷达和火力全开 有的导弹连甚至一次就打光了所有的导弹 伴随着雷达屏幕显示 以色列的战机接连被击落 续军是一片的欢呼 但没多久他们就发现 击落的不过是无人机而已 知道重计的续军指挥官赶快命令关闭雷达 但可惜 以色列人通过无人机和预警机的配合 已经知道了续军萨姆导弹的准确位置 这时候再关机已经来不及了 到这时候26架 携带着百蛇鸟反辐射导弹和小牛空对地导弹 以及精确制导导弹的鬼怪战斗机 飞临战场上空 这百蛇鸟呢 他装备了目标记忆系 即使续军的雷达关机 但他依然能够根据之前捕捉到的方位来进行跟踪 在他们的攻击之下 续军的19部雷达 228枚导弹瞬间被全部摧毁 顷刻间 叙利亚人苦心经营了10年 耗资20亿美元才建立起来的 19个萨姆导弹连变成了一个个的废墟 整个的防空网在短短的6分钟的时间内宣布瘫痪 导弹阵地被摧毁后20分钟 叙利亚人马上就起飞了62架米格23和米格21战机 向贝卡古地上空的乙军攻击编队来进行反扑 但他们不知道 此刻以色列天上的那个E2鹰眼预警机 正在紧紧的盯着他们 他们升空不到100米就被那个鹰眼给捕捉到了 也就几秒钟的时间 预警机就将米格战机的距离高度方位速度 以及其他的资料 迅速通知给了己方的F15 F16 以及那个波音707改装的电子战飞机 叙利亚战机临近贝卡古地上空的时候 首先就遭到了乙军电子战飞机的强电磁干扰 甚至有的叙利亚飞行员肉眼都看见了乙军的F15战机 但是基载雷达的荧光幕上仍然是一片空白 在整个的空战中米格23的雷达 只有7次捕捉到了敌军的信号 米格21干脆一次都没有捕捉到 叙利亚空军基载雷达不起作用 那个耳机里呢因为强大的电磁干扰又听不清指挥的口令 一起飞又完全处于被动的位置 只能凭借飞行员自己的经验和肉眼 同以色列的混合作战机群来进行战斗 那个结果当然就可想而知了 而反观乙军这边他们早已用先进的装备和这种全方位的配合 写好了他们的胜利方程式 那个强大的鹰眼预警机在高空来指挥战斗 将叙利亚战斗机的资料不断的传给F15 F16战斗机和那个庞大的电子战飞机 加上他们在地面还有一个复杂的监控系统 提供了近乎没有死角的远程监控 而旭军的战机就像是一个个梦游的靶子被一个个击落 6月9号这一天 以色列击落了叙利亚30架战机 自己无一伤损 战惊之下叙利亚立刻宣布进入高度的戒备状态 并在当夜的晚间 立刻向贝卡古地派出了4个萨姆6导弹连 和3个萨姆8导弹连的增援部队 他们绕过了那些弹坑和飞机的残骸 终于进入了贝卡古地 他们想尽一切的力量来阻止乙军发动更进一步的进攻 然而就在6月10号的天一亮 在以色列92架飞机的一阵狂轰烂炸之下 新布置的这7个导弹连又荡然无存 悲愤的叙利亚空军又派出了最精锐的52架 米格机是再次升空 因为第一天呢 以色列的那个全方位协调作战协调配合 还有一点生疏 到了第2天可就不客气了 叙利亚这52架先进的米格机是无一幸免 全部被击落 以色列空军是一游卫军还在天空久久的盘旋 不肯离去 他们还没打够 最终 82比0 叙利亚到此再也承受不住这样的巨大损失了 总统阿萨德紧急命令空军停止出击 去了也是白给 这个结果震惊了当时的世界 你让苏联制造的米格21和米格23飞机 面对美国制造的F15和F16战斗机 竟然会如此的不堪一击 如此的脆弱 莫斯科为了苏联武器的荣誉 他们派出了一个由苏联空军副司令 尤拉索夫将军率领的一个大型的军事代表团 专门前往贝卡古地来进行调查 最后的苏联没有公布他们的调查报告 现在记载下来的贝卡古地的空战结果是 82比0 还有84比0 还有85比0 这里边有三个不同的结果 这场持续时间不长的空战 也给当时的苏联和整个的华沙条约组织 带去了极大的震撼 因为像米格23米格25这些苏联最好的飞机 在F15 F16的面前竟然毫无还手之力 捷克的国防部长在很多年以后见到了以色列大使大卫艾维时 当时就讲 说当年的那场贝卡古地之战 让苏联的将领们终于明白了 西方在技术上的碾压性的优势 和萨姆导弹一起崩溃的 还有铁幕的信心 以色列的这场空战可以说翻开了世界空战史新的一夜 一个新的时代就这样 开始 到这儿了我们评论几句 咱们先说飞机 两边的飞机那当时确实已经有了明显的代差 说到F15的爬升率和瞬间盘旋角度 都远远的优于米格基 而那个F16当时更是号称格斗之王 性能更远远的高于米格23 但这场空战令人震惊的 还不是飞机的技术和性能的代差 而是整个空战的概念完全就改变了 创造出如此巨大差距的82比0 那是整个高技术和全新战术的一个整合 叙利亚不光是输在了飞机上 而是输在了一种全所未有的 空战的理念上 空中有预警机 作为一个空中的指挥所 对远距离地方的动态了解的是一清二楚 你将续军的飞机刚刚滑入跑道 就被鹰眼牢牢地捕捉到了 然后在几秒钟之内 电子计算机就已经将飞机的航计诛源 计算出来并将飞机的距离高度方位速度 以及其他的资料迅速通知给自己的同伴 另外那个强大的电子干扰技术 电子干扰机使对方完全迷失方向 加上他们的无人机战术 包括抛弃假目标来欺骗对方雷达和导弹的技术 加上本来就性能优越的那些战斗机 所有的这些东西组合起来 对于那些还依然沉浸在什么防空导弹 飞机编队作战那种传统理念的对手 完全就没有生存的 机会 说到以色列的这场胜利 这还不光是战机代差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整个的战争的理念和手段的全面的代差 贝卡古地之战 开创了一个全新空战的未来 贝卡古地空战的故事就给大家讲完了 我想到这儿呢有很多朋友一定关心 中美之间在这方面的差距 咱们也简单的聊几句 咱们不做那种整体的比较了 那种数字那就太多了 咱们单说各自的大明星 美国现在五代以上的战机就是现在那个牛气冲天的F35 现在好不容易 一架飞机的造价终于给压到了1亿美元以下 原来最早做出的样机3亿美元把川普吓了一跳 这东西能养得起吗 后来那是反复的研究 最后造价终于低下了一个亿 现在是八九千万美元 就这么一架飞机 光是飞行员的那个头盔 有人算过就近300万人民币 那里边有很多的黑科技 这是美国 中国现在最厉害的飞机就是那个歼20 据说现在 进行装备的已经有超过60架 说到这个歼20咱们别的不说 就说这个发动机 现在 还是 俄罗斯 此前有媒体宣称 说中国的歼20将不再使用俄制的那个AL-31F发动机 而是开始选择使用中国的国产发动机 中国的那个国产发动机叫太行 为什么呢 这里面有个事 因为俄罗斯坚持将这个AL发动机的销售 和苏35的交易捆绑在一起 也就是你买苏35你才能够获得这个AL-31F发动机 一块卖 而现在这个苏35的综合能力只相当于中国的歼16 而且这苏35它的价钱太贵 中国呢实在是不想买 最后没办法现在呢因为他你买西红柿他给你搭小白菜 这个你实在是没办法 最后呢只能回头再搞自己的国产发动机 刚才说了 国产的大推力涡扇发动机它的名字叫太行 太行山 俩字叫太行 结果这发动机呢以前经常被戏称为太步行 据说呢最近有点进步但它的飞行时间和质量差的太远 因为它的寿命比较短 导致呢平时这些飞机都不敢上天训练 因为那时间太短耍几下回来的飞机的发动机就差不多到寿命 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共现在暗度陈仓 要买乌克兰的那个马达西旗制造厂 因为这个厂它就是造发动机的 但最后呢这个意图暴露了 那边的美老大一说话啊乌克兰这边得听啊 最近的新闻嘛 乌克兰政府赶紧把这个厂给国产化了 你买我的发动机可以但买厂子我不卖 因为现在呢这个厂整个最大的客户基本上吧 都让中国给包了 我想到这儿呢大家也就听明白了 中国的飞机呢不但和美国的飞机有代差 现在发动机还攥在别人手里呢 你要买俄罗斯的发动机 你就要把它那个苏35整架飞机都得买回来 你把那发动机拆下来那你说剩下那架飞机怎么办呢 而且据说呢那个发动机都让老毛子给汗死了 扇纸里边据说还加了自毁装置 因为他们都知道你到了那肯定打开你们要抄袭要模仿 但现在你要想试图打开模仿的话一打开他就废了 这光说的是歼20说的是这位大明星这还没说什么预警机 等其他方面的巨大差距 那差的就更远了 所以我想那就这一个例子 就可以知道中国战机的水平 说到现在的战争那是善攻者攻于九天之上 天空是决定一切的 中国呢目前就这么个水平 也就是个自保有余 但现在习近平呢他竟然想着要和美国去争雄 但是有前面贝卡古地的那个站立在那摆着 你说这不就是自取其辱吗 以上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感谢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